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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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請玩玩具 又來到我們的玩具真相 我們今天來開箱什麼 今天來開箱一個最新拿到的黑鏢 那也就是大家如果之前有在追 波巴菲特之書呢 大家一個蠻期待的角色啦 那就是誰呢 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傳奇漫畫系列的版本 又來啦 那這次出的 是一隻叫做 Black Cat Saturn 那它是一隻黑色的武器族 那它的翻譯呢 叫做黑卡桑坦 那它的英文到底怎麼唸呢 據說你作者自己本人都不知道 好不好 那它的名字就是非常奇怪的 這個Black Cat Saturn 那今天來講到這個漫畫傳奇版本呢 我們就一定要來講古的部分啦 那它這次出現呢 是出現在2015年 隨著漫威系列的漫畫 Dars V 的第一集裡面 出現的一個角色 那這一次的封面選擇呢 也很特別 這次的封面選擇呢 是選擇了在2016年 一樣是由漫威公司 所出品的漫畫 Star Wars 系列 第20集的封面這樣子 那這一幕呢 就是一個經典的 Black Cat Saturn 在跟Obi-Wong 在Tatooine星球上面 的一個對決啦 因為如果你有看漫畫呢 就會知道說 欸 Black Cat Saturn 它其實原本是 賈霸的手下 那它原本跟 波巴菲特呢 也是一個同事的關係 所以在漫畫裡面呢 Black Cat Saturn 有一個很精彩的 跟Obi-Wong的對決 那Obi-Wong躲在 Tatooine星球上面呢 其實就是要默默的 守護路克嘛 不過因為這一次 真的沒有辦法了 所以它也只能拿出 光劍跟它對決 那所以呢 我們在看影集的時候 我們看到Black Cat Saturn 的眼睛上面 有一痕這個傷痕呢 就是Obi-Wong 當時所留下來的傷痕喔 那我們等一下也來看看 這一隻的頭雕 有沒有把它這樣子 還原回來啦 好不好 那我們簡單的講完故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簡單的 看一下這個包裝的部分 那包裝的話呢 一如往常的這個傳奇漫畫系列 封面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盒繪 然後呢 它的側面啊 上面跟下面呢 都有很多這些漫畫的一些 頁面的一些細節 那背後呢 也就是有一個簡單的圖片啊 這次是沒有一個簡介的部分 因為簡介在裡面 我們盒子打開之後呢 欸 它的簡介才會出現在這裡喔 那裡面也是出現一個 漫畫經典的一個畫面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呢 漫畫系列的一個 經典包裝的樣子啦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趕緊來開箱來看 這隻本體的部分吧 好的 那我們首先呢 就來看本體的部分啦 那本體呢 就是一個基本的武技族的造型 那身體呢 是用原本的Chewbacca身體去改的 那臉部的部分呢 是完全新的一個頭雕 它的毛髮很明顯的 都是比Chewbacca還要多 那它的臉部塗裝的部分呢 我認為細節上面 是做的還蠻漂亮的啦 那眼睛的塗裝啊 甚至是張開嘴巴的這個 兇狠的表情 我認為都是還蠻到位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個 欸 它重要部位的呢 就是它這一身的金色鎧甲啦 那金色鎧甲呢 老實講啊 以模具來說 相當的不錯 細節的刻畫上面 也算是 欸 蠻到位的 不管是傷痕啊 然後甚至是它上面的這些裝飾啊 然後還有這些包包啊之類 都是蠻到位的 然後甚至後面還有一個可以裝武器的地方 不過 我一定要講了 不過 不過它這一次的這一個 上面這個盔甲呢 是完全沒有塗裝的 也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束膜的概念 那如果你今天自己要來增加一些 舊化啊或什麼的 我相信是可以的 不過我當然會覺得很可惜啦 孩子寶在這些方面 竟然沒有多做什麼東西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到這個 唯一的配件啦 那這個唯一的配件呢 也是身為 Chubacca的一個專武 也就是武器組的十字弓 那當然啦 Black Saturn它擁有這個 武器組的十字弓 當然是沒有話講 只是 大家會覺得說 它明明在漫畫裡面 拿過這麼多種的武器 甚至是在 波巴菲特之術裡面 也是拿了一個 非常酷的武器 但是你卻在這個玩具呢 出了一個這個 已經出過 不知道幾百次的 這個武器組的十字弓給我們 當然會顯得非常非常的失望 那我們目前好像也就 只能這樣子接受了 對 然後呢 我們就已經看完這一隻 現在目前所有的內容物了啦 那我們就要來進入 我們的小小總結的部分啦 總結來說呢 當這一隻Black Saturn 以這樣子的形式出來的時候呢 那當然在當下 引起了非常廣大的罵聲 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對這一隻呢 真的是不期不待 為什麼呢 因為它今天竟然選擇了 使用Chubacca的身體 去做一個衝突 那這個衝突呢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不開心呢 因為不管是在漫畫裡面啊 甚至是在 Bobbuffet之書的這個影集裡面啊 Black Saturn呢 看起來呢 就是比Chubacca 還要更壯碩的一隻武器組 那 這一次用Chubacca的身體 去做一個衝突呢 當然會讓人家感覺就是說 欸這樣子的 Black Saturn 是不是太苗條了一點 那當然啦 新的頭雕呢 給我們以及新的盔甲 當然是好的沒話講 但是 這個地方又讓我們覺得說 欸都已經給了我們新的盔甲了 為什麼不在細節上面做得更好一點呢 包括說在塗裝的部分啊 甚至是有些漫畫場景的時候呢 我們大家看 它還有一個腿掛的一個槍袋的部分 但是這個地方也沒有出現 好 那這些就都算了 這些就都算了 如果今天它願意給我們一個好一點的武器 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原諒它 沒有結果沒想到 它又給我們這個 已經不知道出過幾萬把的這個 武器組的這個十字弓 總而言之呢 這些所有的評論下來 那當然會讓這一隻呢 飽受罵聲 但是呢 你說這一隻真的沒有做好嗎 認真講 我覺得頭雕的部分 包含表情 其實都是處理的相當不錯的 包含這個盔甲 如果以魔來講 我也是在一個 及格之上的一個成績 那但是這一隻呢 到底值不值得你收呢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普通娜如果有閒錢再收它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欸 武器組是我的真愛 你真的很想要收 也是蠻推薦的 因為畢竟還是有一些些的優點可以去講 好 那我們這一隻呢 就快速的開箱完了啦 那如果喜歡我們 想要獲得更多的第一手資訊呢 歡迎到我們的臉書粉絲團按讚 那如果你喜歡平常我拍的照片呢 也歡迎到我們的IG 那如果你喜歡看我們開箱呢 歡迎訂閱加分享 那如果你在收玩具的路上 不想孤單一個人呢 也加入我們的LINE群 有很多很多的同好 隨時推坑你啊 好 那我們就玩具增加 下次見 掰掰